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点选入去 你需要再输入你的毕业年份 之后你需要在列出的课程名称里 找你所收读的课程再点选入去 系统会显示出收读完这个课程 你会获得多少豁免 资料会分成两个部分 首先是完成课程之后 適可获得的豁免 第二个部分属于有条件的豁免 你必须要收读过系统上显示的指定科目 才可以获得相对应的试卷豁免 请留意 如果院校因应你以前的学历 或者海外交流的成绩 而豁免你收读指定的科目 你将会无法获得相对应的试卷豁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